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是在每天生活中与你息息相关的科技 首先最关心也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加密货币市场了 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一周的市场行情 加密货币市场再次上演大屠杀 不过这次的主角并非比特币 而是以太坊和其他的加密货币 以以太坊出现了大瀑布 直接跌破300美元 创9个月的新低 继上周7连跌之后 本周没有办法有例外 币种基本上全线下跌 比特币最低跌至5988美元一线 市场十分不稳定 对整个加密货币市场趋势一直以来起到关键作用的比特币 并非是这次暴跌的罪客祸首 根据CoinMarketCap今日早间的数据显示 在前100种加密货币中 在所有下跌的币种中 比特币的跌幅最小 仅为2%左右 然而随着各种加密货币持续下跌 就连比特币似乎也无法独立支撑 比特币的韧性仍然明显比其他主要加密资产强得多 主流媒体进一步与主流金融行业 如土耳其爆发货币危机进行对比 彭博社指出 就在土耳其货币危机不断升级之际 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价格在过去10天的波动 现在超过了比特币 根据CoinMarketCap的数据 土耳其最大交易所CoinMarketCap的报告指出 最近他们是成长了63% 而BTC Turk和Pereboo交易所的交易量 则分别成长了35%和100% 同时整个加密市场也正受到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推迟比特币ETF到9月份所带来的影响 SEC的决定显然削弱了比特币的价格 但是由于该决定在预料之中 比特币价格很快就受到控制 但正如市场前景所延伸的预测一样 这个影响也延伸到了更广阔的加密货币行业 来关心加密货币市场的重点新闻 首先来关心的是挖矿机的价格 有消息指出中国的挖矿机企业 日前争相抢在2018年年底 赶赴香港的证交所上市的主要原因 就是要避免之后的加密货币价格持续下探 让挖矿机的公司上市计划受到影响 2018年1月份也就是今年年初 全球加密货币市场总价值达到了 8,140亿美元的高峰 如今整个市场的价值已经不足2,000亿美元 其中全国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 至2017年12月登上2万美元附近的高点之后 已经累计下跌近70% 而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以太币 也从2018年2月份至今累计下跌了约60% 面对加币货币的价格暴跌 2018年开始挖矿机的市场 也开始呈现了疲态 根据市场研究调查机构的表示 Morgan Stanley的研究报告指出 比特币的大陆主打S9型挖矿机 价格已经从2017年年底 每步6,499美元的高点 达到了现在到前几个月 6月仅剩下每步649元的价格 整整跌了90% 因此市场预估短期内要看到 加密货币恢复过去的溶景应该是有点困难 而且似乎也将对向下游产业在短期内造成一定程度的动荡 接下来是脸书的区块链相关消息 今年5月传出脸书要成立区块链技术团队 预计投入自由的加密数位货币发展 并且由原本负责Messenger项目的副总裁David Marcus 负责带领全新团队 而David Marcus他已经辞去著名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的董事会成员身份 为了就是要避嫌 并且更专注于Facebook区块链的技术应用发展 科技媒体TechCrunch他预估 脸书在区块链的应用上有三种可能的方向 第一区块链技术具可免除或是减免相关交易手续费的特性 创制一款加密货币的钱包 第二Facebook开放Messenger进行用户之间的小额借贷 有机会扩大成运用加密货币来推广点对点的支付市场 第三Facebook尚未遭到重大骇客的入侵记录 所以十分适合做成这个去中心化应用的活动平台 支付创新新创公司Square才在六月获得纽约市的加密货币交易许可 目前宣布已经开始支援全美50周比特币的交易了 据报道Square为了在cash应用程式上获得比特币的交易许可 总共花费了约3660万美元 但在该公司最近公布的第二季财报中 仅为该公司带来3700万美元的收入 利润相当的微薄 但是尽管比特币交易暂时不能为他们带来可观的利润 加上今年的比特币已经损失了近一半的价格 也十分的不稳定 但是这个公司的执行长 同时也是Twitter的执行长的Jack Dorsey 他却认为比特币会在未来的十年内成为全球的单一货币 对比特币的前景保持乐观的态度 你知道区块链跟KPOP可能有什么样子的相关呢? 总部位于韩国的全球娱乐平台Z-Pop Dream Project 简称为Z-Pop Dream 他们预计要开始采用区块链技术发掘巨星 有望彻底改变流行音乐产业 由于很多经纪公司 他们的交易是不透明的 所以粉丝无法参与到整个造星的过程 而这也是KPOP Dream他们成立的初衷 KPOP Dream的平台商业模式将专注于两大部分 第一个来自首次代币发行收益 将用于这个造星业务创建的基础设施 第二个他将打造一个全球网络货币的平台 对造星业务产生的收入来源进行代币化的处理 这些收入来源包括演唱会门票 音乐产品 网络内容和独家活动门票 KPOP Dream他们将基于以太坊区块链的平台 发行Z-Pop加密代币 全球数百万的KPOP粉丝可以使用这些代币 来支持他这个公司的发展 KPOP Dream将于2018年第四季度 推出他们的首次代币发行仇众 今天的这一集我们要请到英国博朗 民国Beminghan城市大学的数字媒体DMT实验室的王博士 跟我们来探讨数字媒体和区块链的关联 以及商业和学术上的应用结合 以及进行其他的讨论 一起来看这一节的专家访谈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的这个专家访谈 我们很荣幸请到了 博明汉城市大学DMT实验室的王博士 王博士你好 你好Carol 那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次王博士来到纽约 来到这边 其实是为了一连串的一个 像悬述的一些研讨 还有一些交流 可以带来跟我们说一下 这次怎么会来到纽约 那您的发表是一些什么样的发表 非常感谢 首先非常感谢Carol邀请我来做这样一个访谈 我这次来纽约主要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关于网络安全和网络通信的学术会议 然后我们英国的学校和美国的一些大学 有一些学术合作去交流 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做一些这个交流的工作 那我知道说教授其实这次的 等于是做了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presentation 那这当中其实跟区块链是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那可不可以在这当中跟我们讲一下什么您这次的发表的内容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学术会议 我发表的文章呢 是以前关于一些网络和数字信号处理的一些科研工作 那么因为从2017年底 我开始接触了一些区块链的方面的工作 然后我们博明汉城市大学数字媒体实验室呢 就开展了一些跟区块链相关的一些科研 那么我们的合作院校在美国也是数字媒体相关的 那么他们对区块链 我们前期的这些区块链技术方面的探索很感兴趣 所以想让我跟他们说一说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下 区块链和数字媒体结合的这个前期的这些探索性的这个工作 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交流 我可以说我们在区块链研究上面 还没有一个这样一个学术的成果 但是呢我们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另外呢我也接触了很多区块链的从业的团队 所以对他们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等于教授营作主要比较像是学术上面的研讨 但是这次也跟一些实际商业上跟区块链有在已经 等于是已经实行了这些团队有做一点点的交流 对 那我知道说教授你原本本身其实原本研究是数字媒体 跟计算机还有数学相关的 那您觉得从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到区块链这当中的相关性是什么 可不可以大家跟我们说一下 怎么会开始对区块链这个领域有点兴趣呢 好好好 其实我最早那个接触区块链也就是2009年 当2008年那个化名为中本聪的这个作者发表了这个区块链这个概念 那么其实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当时这篇paper也没有太大的就是新意 因为它是把现有的这些技术比如说P2P网络 密码学还有一些就是再加上一些数字货币的一个思想 它结合起来把现有的几个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种应用 所以从学术的学术圈来说呢 应用一般来说并不是咱们搞学术的一个重要的重心 所以我们当时也没有什么关注 只是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说我们这个学术背景 比如说你如果懂计算机也好 懂网络也好 那么基本上也是对这个是会有一些理解都会认知 对就是可以了解可以进入这样一个领域 那么2017年是由于区块链的技术进一步发展了 然后有很多资本方都进入了 那么因为这个钱的原因 所以说很多学校 因为这个钱就推动了这个区块链技术的这个热度 然后就业以及那个科研 所以大家又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技术 是不是有很多可以使用和发展的地方 因为这时候大家可能由于这个区块链的这个比特币的价格 或者是区块链ICU的这些乱象 或者是就造成了就是说 整个学术界重新对他感到也很有趣 去关注他这件事情 对然后那么企业界呢 也在区块链的这些从业者和从业这些行业呢 也在积极地寻求就是大学啊 或者学术界对他的帮助 因为他们也想解决一些里面的技术问题 所以等于是一开始有这个商业活动之后 我想整个商业活动一定是会带 等于是带领整个社会 对区块链这个技术开始有一点基本的了解跟一些兴趣 这也是教授一开始后来开始接触到区块链一个比较大的契机 因为有很大的资金投入了 所以那在这个技术方面也需要相关的人才 所以教授就慢慢的往这个领域是可以这么说吗 对其中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因为我们搞数字媒体 我主要搞的是底层的技术 媒体嘛就是其实是人与人之间通信的一个媒介 就是人类他信息流动通过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就是媒体 那么数字媒体就是现在你通过网络啊计算机啊电脑啊 甚至你的传统的新闻广播都其实是那个数字化了 所以叫数字媒体 那么我们从事媒体工作 那么一直到2017年我碰到了一个区块链的这个科研工作者 是一个PhD是一个博士生 那么他做了一个项目就是在MIT Media Lab的一个叫BlockCert的这个项目的基础上的拓展 那么BlockCert这个项目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利用区块链的这种技术 使得你的这个电子文凭的造假更难 就是说你的电子文凭的唯一性可以在区块链上得到确认 那么这样你的电子文凭就会就是比较造假的困难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跟这个同学一起聊这个事情 聊了事情以后就我就当时因为有很多这个 你也知道这个政治的变化 有很多这个假新闻Fake News啊 比如说特别是美国啊 两边阵营都互相指着对方说Fake News 然后新闻啊各方面 我就因为我搞数字媒体居然接触一些应用嘛 我们就很有趣 我们说是不是这个 你既然那个学位造假可以避免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看这个区块链技术 能不能应用在对这个媒体的内容 进行一些就是说 抵制Fake News 对对对 当然当然 The Ultimate Goal是抵制Fake News 但是初期的话我们就可以说 这段新闻它已经发布了 那么这段新闻我们已经在链上有了一个记号 那么你对它进行任何修改啊删除啊 都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那么你留了底以后 每次的修改你也可以在这个链上做一个记录 所以我们想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展开一些相关应用的一些研究 这样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契机吧 以上是这一集的白话区块链 如果有什么想法或是题目 也欢迎留言与我们对话 我是为人 我们下周再见